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12月18日周五 估计今天的市道应该会比较闷一些 下个星期回来应该会有大一点的移动 最重要的是年底 会有很多东西要埋年结 今天我会有一些读者问 有关股票问题去讲讲 看看有哪些可以去考虑 做一些所谓的退休股 作为一个长线的吸纳 作为一个长线的 我自己个人看 就应该要看一至三年 好 首先讲恒生指数 其次也起到这里基本上没有变化 都是在265附近上面浮游 就是中族那里 下方 这是保力加通道的下方 就是262附近上方是268附近 中间是265附近60附近 所以如果跌在265附近 下面就应该向下方移动 这是一个可以看到 开始拉长的走势 这些拉长的走势 习幅的走势 不会等很久 通常起一个期时结算完之后 就可能会有了 要是就要爆升 唯一爆跌 有朋友问 海洛水泥 海洛水泥 开始你看到 是有资金 是比较流入 因此 是可以向 看得可以好一点点 海洛水泥 它由这个是62元 一直跌到下来 现在这个是49附近的话 其实跌幅是不小的 那个投资价值 亦都可以见到显现 市盈率是第6.5倍 4.4利息 那真是比你等银行的 不过走势 就真真正硬认真 就是不敢恭维 好在来到4.7 似乎是想形成箱底 若然形成箱底的话 颈线就应该在55元 升穿了之后 当然很简单 就见到60多元上面 我个人倾向在明年的时间之中 安徽海洛水泥 是应该会上去见50多元 以至60多元 所以现在来说 我们还可以观望一下 因为临近年尾 看看如何 就是这样 如果它真的可以凸穿了 这个宝利加通道的中族 日线图上计 这个大致上就是49.5 很简单 只差1毫子 要是大家可以观望 要是你就可以去吸纳 不过我怕来到这个位置 之后 要51元左右 就会有一个回落 因为暂时看 它仍是一个反弹 在反弹完之后 才可以再想一想 好多年前 我曾经说过 1816中广核电 作为了一个退休股 十分之多谢有个朋友 他最近有问 可不可以现在来到这里 做这个中广核电 做这个退休股 我们先看看 这个中广核电是月线图 从这里来看的话 你真正看到它 是真正去到很低位 很低位 现在真正去到这里 已经走了几年 都是这么低位水平 若然是这样 再跌的 幅度不是太多 它的息率 就有4.95厘左右 现在市盈率是7倍左右 所以如果你要找它 做一个收息股 你就看看 你甘于收4.95厘的息 这个作为了长线退休 当然 我以前介绍的事之中 是当时中国是说 能源的分布是怎样形容的 是要发展核电的 现在对到最近一两年 中国方面的看法 就发展是一个所谓的清洁能源 就着重了在风能和太阳能 因此核电力这一度 是有少少地被排擠了 另外也有一件事 我亦都不清楚 这个中港核 它有没有能力 去做到核服罪 因为中港核 原来是在做的 是在做的 就是所谓的核分裂 亦都要看得到一件事 在英国很多的 有些合约 似乎是应该不做了 因为和英国方面 大家在国际环境上 英国跟着美国 有少少想退出英国的核 这个是核的合作 这是传闻 网上的传闻 未清楚未证实 不知道 若然是这样的话 这个牵涉当然是 以亿计的收入 因此在这点中 由于阿爷已经开始 对清洁能源 这是周线的 有较大的偏好 我便认为 这个是日线 6个月 这个是日线 2个月 在中港核 暂时作为做一个 退休股的考虑 长线 比较上 失息了一些 在未来的几年里 没有问题 你因为接受它是4厘息 5厘息 你接受的便接受 因为始终它是一个真正 你可以看到月线上 是很低位 不过如果你认为 这样不是好 我只是赚你几厘息的话 但价格又不太移动 我就变成很难去再说 因此我现在今时要修正一下 中港核 年龄来说 可以作为收息股 针对它长线作为退休股 可以财息兼收 是有少少 是要有打的折扣 有朋友问甘肃银行 甘肃银行 可以看到一路是很偏的一个股票 所以大手成交之后 都没有太多 甘肃银行的市盈率是21倍 息率是未有的 唯一的好处是够低 它最近反弹了上来 这是周线图的 月线图 日线图就会比较好看 如果这样 扎扎扎扎之后 就弹了上来 大致上 就是过三左右 如果它弹了上来 可以想想 可否起过二左右 来吸纳 日线图上过二 就是中轴 1.19左右 上面看多少 大致上可否去过三 以至去到过半 就是这么多 过半就是如何 上面大约是保利加通道 上阻力围绕的地区 这个是日线图方面 是两个月的 有少少 似乎是移动上来 你要等到它 真正正今年公布的业绩 会不会是有食派有盛 就变成才可以好 中文人秀 是很多投资者 关心的股票 亦都是很多人认为 是否可以作为做一个 所谓的退休股考虑的股票 大家看看资金的流向 过往这几天 特别是昨天 是有多些资金流入去 在这方面 我会觉得 资金似乎是很像 再看回中仁寿 中仁寿在周线图上面 它最低曾经见过10元 然后来到这 中仁寿可以怎样看呢 中仁寿我们可以看它作为 是中国的A股基金 因为它持有很多A股股股票 若然A股股股票在明年上升 中仁寿就不再升17元的水平 就可能升18.22元 或者二次是22至24的水平 我先不要理它 首先当它可以去到18.22元 跟现在17元来对比 至少你会有几元的收入 在百分比来计 应该有15%左右的股价上增益 认为够不够 就可以再跟着自己看 不过一个好处就是 始终市盈率很低 现在周息率都有大约5厘左右 4厘6厘 这个作为一个长线的 在一个这么低位来做的话 我又觉得是可以考虑的 当然你说它会不会去到14元 是否去到20元 不敢说 不过在现在来说 暂时是观望 看看它会不会有好一点的表现 然后再去看看 它的而确在现在来说 似乎想见底 想去回升 若然是的话 应该会是这个可能 是一个相底 有朋友问 华夏沪深300 最近这几天 今天大手的成交是挺活跃的 有成一半 差不多是大手的买入 这里过了五天 就有六成是大手的买入 我们要看看这里的要看 就是 它们最主要 华夏沪深300 那个股价图的表现 它现在来说 息率是没什么 不过它现在已经升到 这个是52元这个水费 我估计它到这里 是有点累 是需要有点调整 有点休息 特别是到年尾了 因此很多时候 大家都按兵不动的话 它股价的表现 就会差一点点 如果它是下来的话 去回大约49元 我觉得是可以考虑 去回大约49元 去回大约49元 因为之前的位置 去到47元 那么低 我估计它未必可以回大约47元 可以回大约49元 就可以考虑了 49元是之前的低位 到 接着就是中移动 一个十分之多朋友去关心的股票 中移动是一个很被人觉得很闷的股票 但是中移动是一只可以给你有钱赚的股票 近两天是看到资金流入是多了 我去看看这件事 它下来这里 去到也是保力加通道的底支持 一直是会觉得它可能会下来多些 原因是因为受到美国方面的打压 说不准买它的股票 不准买中移动这个股票 特朗普就瘋了 为什么呢 很简单 中移动主要的收入 都不是靠你美国人 是靠中国人自己本身 中移动最大的增长点就是 当一推行广泛推行5G 它的客量应该是不少的 在现在来说 它差不多是每天是赚3亿左右 一间这样的公司 你不投资就对了 所以我觉得 去到这个是44元45元的水平 是可以考虑的 你有货的就观望 没有货的我觉得真正可以在这里吸收了 暂时我看它有一个反弹 因为吸纳的话 其实以一个市盈率7倍 息口有7厘的股票 我估计 是因而 怎样都挺划算的 今天 它的表现是十分之好 升了这么多 其实就是因为在这些位置 是有到一个支持 它反弹会有多少呢 我估计它反弹的目标位 它是暂时到47元左右 47元就是怎样呢 就是比这个 是保利加通道的中途高一点 因为保利加通道大约46元 现在就是过两人钱左右 当然你认为 买了之后的时候 它真正正去到这里 它跌下什么 我估计未必 它可能站在46元 46元左右 接着再上望 这个通道顶这里 大约是48元 我估计 它应该是可以 去慢慢做好一点 因为 现在又有些消息 传出来 美国方面出面潮出来 就是对于有某些 所谓的军工股 被制裁的 和军方有关系的股票 又好像放松一点点 因为始终 你不买它 你真真正的没有钱赚的 第二件事 连这个是MSCI和富士都是这样 到今时今日 中移动未被 所谓依除特朗普的指示 而踢出了他们的指数成分股 为什么 很简单 你踢出这些东西 之中 很多美国的基金 就真真正正 怎么给息 7厘息 真是这么好 你真是怎么找呢 在这点里面 所以 MSCI他们说 会另辟一个指数 即是很简单 这个世界永远都是 煞头生意就有人做 赔本生意就无人干 他有钱赚 所以 MSCI他们说 另辟的指数 等你其他人去买 那另辟指数 将它怎么做呢 很简单 又是一个希望用一些 側側薄 不多角 到时做了之后的时之中 我现在没有这个指数 不过有一个叫高风险的 那你看做不做 好说不好听 在以前的时之中 在北韩 一直被美国制裁也好 一直有美资去投资在北韩 为什么 钱赚多得多 所以这点 我又觉得 中移动自己本身有一件事 就是 我自己厄言不动 因为我赚钱多 所以我觉得 如果他真正一定有这样的东西 他回来 中移动是会有机会 是会上去50元 以至去到60元 这个附近的水平 那60元是哪些位呢 就是这个位 不是很远的 现在是50元到60元 那中国呢 即是中间只有10元左右 是波动 又是这么多 始终 62元 66元 是一中移动 比较重要的阻力位 又不要看太多 然后去到那里 还有六厘息 这样就应该十分自己好 好了 这里呢 每度之后呢 我都有两个表 这个表就是 我所推介的股票 它们的表现 这个呢 会保持住 但是是两个星期左右 好 接着 有一个表 就是回答一些 是投资者 这个听众 他们做的 我曾经给过的意见 当然 这些所有东西都是 作参考的 市场经常变的 投资者要执生的 这个包括了 我去这里推介的 都是市场会变的 好了 这里呢 所以如果大家 要问股票 或者等等看的 不妨 可以看看这里 这个表呢 亦都会维持住 大约10日至14日 暂时未定 每去到 14日 或者11日 就把之前那些 就是剔除了它 一路变成了 亂来 就变成了 大家不用去到那里 太多 太烦 以日期来排列 这里是18日 这里是16日 这里是17日 大家可以看看 如果你认为 需要找股票 而又没有听到某一集 你可以去这里 跟一跟 好多谢大家